纵末之章,这鱼网啊,把总缸拿起来,所有的万末都出来了,一要从钮扣抓起来,一是这个牛是指这个玉灵,玉链,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牛是指这个鱼,上面的这个鱼扣,你把这个地方的衣灵拿到了,这个衣服就好穿了, 如果你把这个衣灵的这个衣脚拿起来,那就不能穿了,颠倒了,所以必须要从这个衣牛,这个衣灵这个地方拿起来,就好穿了,所以这个钢牛啊,就比方第七莫纳士,这个第七莫纳士好像一只牛, 好像王子钢啊,这个东西毁烈之后啊,啊,它就可以进一步把, 试验一破,生死就掉了,啊,不特缺落,这是印度话,不特缺落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 帽子轮体,素活主动,除就是那个树木制的树啊,树木制的树, 呃,科将话有念柳生,啊,柳森,呃,这个国语好像没有柳森我也不会念啊,呃, vert Canang soutikki 啊, 实际上是,实际下, expertise,十数,输木是个树,十数,阳 Creo a healthy rigor, 看见吧,有肉身刷,国义我就磨呆了。 这是说明一个人死掉了,这个中阴森,第七木拿斯, 又转身,又转到中阴森,又另外去向某一个地方再转身, 所以叫做普特科罗。 这个东西就是他,这个普特科罗,简单说就是中阴森的, 死掉之后的中阴森再转身。 这个中阴森,说说具象于他业力所要受报的地方。 所以这个该所要受报的地方,他就会去去向,去向到那个地方去招报。 这个叫做仇业生脉,仇业生脉就是说这个说几句的意思。 这仇报你过去所造的业力,很深的脉络,脉啊,好像人生的大动脉。 人生的动脉流动于全身,全身都有这个动脉。 那么这个大动脉啊,就是拿来比方这个第七莫拉斯。 第七莫拉斯就是好像这个大动脉,全身都会靠这个动脉在哪里流动这个血液。 感应玄解,到了这个时候啊,感应完全是玄解的。 啊,感是指业,业为能感,报为能应。 所造的业,提获造业,业为能感。 啊,然后继续受报,受报为能应。 所以这个感应啊,就是国报。 英国啊,感应就是英国。 这个英国啊,弦就是缘。 弦啊,弦就是缘。 就是说,如果你不修行,行运没有断。 第七莫拉斯没有破,那永久就这样子。 啊,没有停止的,继续轮转下去。 现在斩断了。啊,这种的英国,继续轮回生死的英国。 啊,在这里,本来流传很久。 弦,现在把它斩断。 截,截就是断。 把这个,啊,继续流转的这个,啊,这个情况。 现在已经把它斩断了。 从此之后啊,就不会再去受伤了。 意思就是说,如果修行的人能够把,啊,这个第七莫拉斯,啊,把它切断了。 以后就没有上市。啊,它现在虽然是把这个行运破了,可是它烦恼还没断。 烦恼没断的原因就是,它把种子扶住。 原因在哪里啊?因为后边有施印。 后边有地区,而地帮欧拉斯。 地帮欧拉斯里面的种子还是存在的。 你们这个地帮欧拉斯的种子浮在这个地帮斯里面。 好像一个仓库。 那种子还存在。 虽然你前面不去播种啊,这个种子与碰到因缘,它还是会生极健性。 所以必定要把第八欧拉斯的这个施印破除了。啊,把如来藏的这个,第八字的,欧拉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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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掉了。 整个原来的心性本性才会现成。 所以要到施印破了才算争断。啊,这种的修法就是,深受想行,谁破,只是定中破。 入定的时候就破。 出定还是跟平常人一样。 他还是一样有身体啊。 不是说他,行印破了,没有身体。 不是这样啊。 行印破了就是说,他入定,光光明明。 但是出定之后,这个,深受想行,还是存在。 所以如果施印不破,烦恼不断。 烦恼不断,生死就不能了。 这是说,行印破定的现象如此。 感应全结。 印当时不为将军。 但是你必定要把后边的施印破除。 下面经文是说,施印的这个,俱仪。 施印俱仪是怎么样子啊? 经文军下句说。 于涅槃天,江大明乌,如姬后明。 瞻故东方已有金色。 六根虚定,无辅此意。 内外瞻明,若无所入。 先说这一段。 这个时候啊,它的施印还存在。 涅槃是指这个,究竟不生不灭的,究竟佛国的这个国地。 所以就是天,天是信天。 第一天,我们本性的涅槃,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体性。 江大明乌将将要显明出来了。 真正要到究竟开悟的境界了。 意思就是说,只剩下施印。 施印一破就能彻底明乌。 那么这样子说,恐怕不容易明白下面哪个比方。 说如姬后明。 瞻故东方已有金色。 这是比方。 嗯。 好像世间上,人养的鸡,公鸡啊。 它早上会明。 明是提呀。 公鸡会提呀。 咕咕咕咕。 它会提。 鸡会提。 鸡提。 它不是提一次而已。 有些诸解哈。 蛮有趣的。 它就按照鸡的提的词。 这个阶段啊。 在哪里。 比方这个破五蕴。 它说,破身蕴啊,如基兔提。 破受蕴好像第二次提。 破强印好像第三次提。 现在破四次提。 破四次提。 破四次提。 如果再破四次提的话, 那就最后一次提了。 所以好像鸡后提。 这样子配合啊。 这是多余的。 不用这样子配合。 而且鸡究竟它提几次, 谁就算过啊。 鸡早上什么时候提你知道吗? 它最早提的时间呢。 丑时。 鸡报仇。 只丑一毛。 啊。 半夜十一点到十二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这个是止时。 从一点开始到三点呢。 就是两点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那个叫做丑时。 鸡最早提。 一点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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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以后才提。 如果一点以后到三点之前这个时间提, 就是叫做鸡报仇。 。 我怎么知道这个话呀。 小孩子的时候听来的。 古代的家庭这个礼仪啊。 有很多地方我们现在可能都是传了。 我十一岁。 十一回。 十一岁我的祖父去世了。 祖父去世之后啊。 听到鸡提啊。 大家就要挤哀。 就是鸡报仇。 鸡提了。 你一听到鸡提就要挤哀。 这个话我才十一岁。 但是因为祖父过世了。 睡不着觉。 到了这个一点过了之后。 因为家里有养鸡啊。 鸡在提了。 我的祖母啊。 就说。 鸡提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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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就在哭起来了。 哇哇就哭起来了。 就是鸡报仇。 这个时候大家要挤哀。 表示啊。 哀痛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是十一岁听到的话。 一直记到今天。 我还是很清楚的想到我祖母说的那句话。 鸡提咯。 鸡提咯。 就是丑时鸡报仇。 听到鸡提。 因为家里有伤势。 叫挤哀。 那所以我知道鸡是报仇的。 丑时最兼提。 后来提几次啊。 从来也不再赚过。 最后提啊。 天亮他还在提。 啊。 实际上啊。 按照他的这个规定啊。 是毛时之前。 毛时。 就是吃出银毛。 银时提的还有。 到了毛时将到的时候它会提。 就是东方将亮的时候会提。 这时候是什么呢? 如果是夏天啊。 天已经亮了。 啊。 夏天的这个毛时啊。 啊。 是草可以看得到。 冬天的毛时啊。 看不到草。 啊。 冬天的毛时就是还天还没亮。 啊。 所以这个鸡最后提可能就在毛时。 毛时初。 毛时初。 啊。 因为毛时是。 啊。 五点到七点啊。 啊。 所以这段时间。 啊。 它。 这个鸡提的是跟差不多都是过了五点。 啊。 啊。 现在没有听到。 我从前就经常听到这个前面。 前面有人养了。 养个公鸡。 他早上都在叫。 啊。 我们快要吃饭了。 他就在叫。 好吃饭喽。 鸡在叫吃饭。 好吃饭喽。 可是我们吃饱了。 他还在叫。 好吃饭喽。 鸡提的声音啊。 啊。 像。 有点像。 像在叫人吃饭。 蛮有意思的。 我现在没有听到。 不想那个鸡还在不在啊。 鸡后鸣。 最后叫。 最后叫。 呃。 最后叫的时间。 瞻顾东方。 往东边看。 瞻是看。 顾是。 顾也是看。 就往东边看。 看到东边啊。 已经有金。 金色。 这个金色。 金色显明啊。 显示出鱼堵白的那种颜色。 东方有鱼堵白的那种颜色显现出来了。 这鱼有金色。 这是比方。 说。 行印破了。 这湿印还没破。 湿印没破。 这个时候的情况。 就像东方啊。 这个刚刚开亮一点点。 啊。 如果继续下去。 能够把这个湿印破了之后啊。 那天就那样了。 啊。 那日光就会出现了。 呃。 这个时候。 六甘虚境。 到了行印破了。 湿印现前的时候。 它的。 呃。 颜。 鼻色。 身意的六甘虚。 显示他身印已破。 所以虚。 静。 显示他受印已破。 啊。 无不辞意。 显示他响应已破。 此时奔驰意识方意。 啊。 不会再奔驰方意。 显示他响应已破。 内外诊明。 显示他行印已破。 内。 是内心深处的行印。 啊。 对外的六甘虚境完全不会摇动。 沾而静。 明而亮。 啊。 所以六入无所入。 啊。 这个身身向为处。 这个呃。 为处发生这个六甘虚境界。 不能入于我们的六甘。 因为行印已破。 啊。 啊。 这个时候啊。 就是显示他的智力境界倒如此。 啊。 就是行印破。 啊。 不会被外境所动。 深达十方十二种类寿命缘由。